忏悔跟忏悔是不一樣 就是說你拜忏不一定有忏悔 你拜忏就跟著拜而已 一般的拜忏不就是拜忏 如果你拜忏真的有忏悔那就可以 但是有些拜忏也沒有 因為他把所有的罪都列出來 有些你沒有做的 他都不是你做的罪 你要忏什麼悔 你說我有意思嗎 就是說他所有譬如說這個 這個沙夫沙姆 你念到沙夫沙姆的時候你會忏悔嗎 不會 這個又不是你做的罪 所以重點你要思維你做的罪 可是你做的罪沒有寫在裡面 因為他講那個年環寶燦 他就是當時對任務必須有作用的 年環寶燦 說到年環寶燦 現在的年環寶燦不是當時的年環寶燦 是這樣 他已經被編過了 當時的年環寶燦叫做六道慈燦 反正這個說來話長 我們先不講這個 這個慢慢 我們慢慢後面講 我們就慢慢了解 其實我們現在流傳在中國的罪法 它不是沒作用 我不是叫你們不要去念佛 不要去打坐 不要去拜禪 不要送親 不是喔 我是告訴你 你如果要念佛你要怎麼念 你要拜佛你要怎麼念 怎麼拜 你要拜禪你要怎麼拜 才能夠得到它的功用 就有點像說 就是這個食物要怎麼煮 你才能夠得到它的功用 簡單來講 比如說番茄 番茄你煮熟了它有茄紅素 你生吃它有維他命C 可是你煮熟了就沒有維他命C 你生吃就沒有茄紅素 那你如果想到茄紅素 你就必須要怎麼料理 那麼一樣的道理 類似像這樣 那麼佛法一樣是拜禪 你怎麼拜就有很大的問題 念佛一樣是念 你怎麼念 你用什麼心態念 用什麼方法念 用什麼觀念去念 就有大問題 這個善導大師 念一尊佛 就有一尊佛從火中出來 你念看看 是不是 沒辦法 往青腦而上 念一尊佛就有力量 我們看 就能夠除煩惱 他沒煩惱的念 你是有煩惱的念 所以一樣送間 一樣念佛 一樣拜佛 為什麼 為什麼一樣聽到連起祭 舍利伯目見裡就正出佛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什麼果都沒有 那為什麼 那麼這個就是差別 所以佛法是在告訴我們 為什麼人有這麼多差別 那麼你要怎麼樣去改善這種 讓你 讓你越來越有力量 其實佛法在講這個 一樣的方法 一樣的方法 一樣的經 為什麼阿難在旁邊聽那麼久 聽到佛路面都沒有正阿倫 為什麼 為什麼 舍利伯還沒見到佛 就可以正出國 見了佛之後 聽佛說法之後 沒多久 就正阿倫 十五天就正阿倫 吳比丘 聽 初轉法輪而已 就正阿倫 為什麼阿難聽了二十幾年 都沒有正阿倫 差別在哪裡 那還拜禅 你怎麼辦 那就有問題 就有些人一拜 這個比如說 三面水灘 他一拜他就消結帳 那你試試看 你那麼多痛苦 你有因為拜過三面水灘 兩碗寶山 這些痛苦一下子都沒有嗎 也沒有 但是他有些東西可以延緩 那要看你用什麼心去拜 用什麼方法去拜 拜之前是什麼心 拜當下是什麼心 拜了之後你是什麼心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這個 這個 時間到你再量一下 如果時間到了 休息十分鐘 因為陳醫師有交代要休息十分鐘 一般我是沒有休息的 我覺得時間都不夠用來休息 是不是已經十分鐘了 已經十分鐘了 好 這個有開嗎 好 那我們先來看 我們這個等一下解決好了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講完 就剛才的話題先講完 等一下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個是回向 一個是懺悔 我怕等一下忘記先寫一下 好 那我們剛才有講 這個外道曾經來 就是有居士曾經來問釋迦牟尼佛 那麼我是不是 我念你的名字 那麼我現在不念梵天嗎 我念釋迦牟尼佛 那麼我是不是就可以 痛苦就可以沒有 那麼就可以消災免難 就可以有福報有智慧 釋迦牟尼佛說沒有 那我修他的也沒有 修你的沒有 我幹嘛要來修你的 我幹嘛要來信佛 我學佛也沒辦法 我學天也沒辦法 我學上帝 我信上帝也不行 我信佛也不行 你也不能保證我 他也不能保證我 那我就都不要信啊 佛陀說不是這樣 你學佛習佛吧 你學天 天不能保證你 不能給你 他不能夠說我念你 你來信我 我就保證你幸福 我就讓你升天 沒辦法 你來信我 我也沒辦法保證你升天 我也不能保證你幸福啊 我也不能保證你消災免難 沒辦法 那我這樣為什麼還要信你 你來信佛法 佛法我們說過 你信佛是因為佛有法 不是佛有法律 是佛有佛法法 他是見了真理 你知道解決痛苦的方法 他才叫做佛 如果他沒有見真理 沒有見過解決的佛 是覺悟者嗎 覺悟什麼 覺悟真理的人 覺悟痛苦是怎麼來的 怎麼樣解決痛苦的人 所以他才叫做佛 是覺悟的人 他並不是神 他並不是一個有力量的神 所以你來信佛 跟信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別是 你知道方法 佛陀告訴你 你所有的痛苦跟快樂都決定於你自己 問題是大部分的人是因為無知而犯罪 受了苦也不曉得 為什麼是我在受這種苦 為什麼我一直在受這種苦 他不知道 你受苦的時候你不知道 這個苦是從哪裡來的 你就會一直在受苦 就好像輪迴 輪迴是一種苦 你為什麼一直輪迴不停 因為你不曉得怎麼輪迴這個輪迴的因 你為什麼一直受同樣的苦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有同樣的因 很簡單 所以佛法最重要的不是保證你 而是告訴你 佛法 佛不是神 他叫做導師 導師 引導你怎麼解決痛苦的老師 他告訴你的是方法 所以他說 你信佛教 你來這裡跟著我學習 我沒有辦法保證你就快樂 就消殘免難就沒有痛苦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怎麼樣可以得快樂 怎麼樣可以不痛苦 你照著我的方法做 就好像你去看醫生 這個再是什麼神醫 他都不能保證你的病會好 但是他可以開藥告訴你方法 你照我的藥方 你照我的方法 那麼你的病就會健健好 你讓得到你 他再怎麼厲害 滑陀在世 你也不能夠看了他之後 回去病就好了 不是 而是你要聽他的方法 他告訴你 你的病哪裡來 然後你又怎麼樣做 那麼 不可以吃什麼 必須要吃什麼 就是豬肉莫臭重上不行 這樣的道理 那你要怎麼樣做 你才可以把這個病治好 要多久的時間 那有一些病治不好的 只能夠控制 讓他不餓壞 就像老跟死的病 老沒有辦法 只能控制 不老那麼快而已 不能不老 運政會愛別理 運政會 你可以不帶給別人痛苦 但是你沒有辦法避免別人帶給你痛苦 你開車的時候可以遵守加通規矩 可是你不能保證 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樣遵守加通規矩 你不能夠說我遵守加通規矩 我就不會被車撞 誰說的 不一定啊 所以你慈悲心 你不一定說別人都對你慈悲 不是 所以他就有運政會愛別理的問題 求不得的問題 那麼這些痛苦 基本上有一些是可以避免 有一些是可以延緩 有一些是不能解決的 釋迦摩尼佛本身 你看他年紀大的時候 他 佛教最主要的兩大弟子 舍利佛跟穆建人 在他之前就是捏盤 然後他的家族被屠傷 釋迦佛 他底下有多少阿羅漢 至少幾萬個 每一個都有神通 可是他的家族被屠殺 被努力往屠殺 他可以解決嗎 舍利佛是佛嗎 舍利佛不是佛 舍利佛那個佛不是佛頭 他是他的名字 他不是佛 他就是阿羅漢 那麼他的生團分裂了 就要向他建立的大公司 他還是分裂成兩部分 提博達多 還是他的弟子分裂的 你看他還是面臨這些問題 他會不會痛苦 他會不會痛苦 他不會痛苦 他了解這個東西的整個意面 他不會從頭產生痛苦 他一樣面臨困境 所以佛頭跟這個居士說 你來學習佛法 你遇到的問題 你知道怎麼去解決問題 遇到了不能解決的問題 你不會心鑽研在那個問題上 一直在受那個苦 因為愚痴無補 所以你會用這樣的來定量 就好像 就好像那個 那個 韋提西 韋提西 韋提西夫人是父子 你要知道 父子佛頭的兩個大父王 一個是摩羯頭國的品伯搜羅王 一個是喬薩羅國的波士逆王 波士逆王就是跟莫利夫人 這一王以後 品伯搜羅王跟韋提西夫人 一王以後 這兩個大國家都父子 釋迦牟尼國 品伯搜羅王 後來被他的兒子 阿澤斯王餓死 官死 波士逆王 波士逆王 後來被他的兒子 創位 他逃到佳比羅衛國 死在佳比羅衛國 那麼他的夫人 品伯搜羅王的夫人 韋提西 非常地痛苦 他說我到底前輩子造了什麼念 這個我以前常常聽過問他說 我到底前輩子造了什麼 我到底前輩子造了什麼念 為什麼我會造這種果報生出這樣的兒子 如果他 韋提西夫人一直 一直在那個痛苦裡面循環 痛苦裡面循環 他也是痛苦而死而已 所以佛陀就教他另外一個方法 教他關什麼 關進土 心轉到什麼 轉到另外一個進路 教他一個方法 不要一直琢磨在那個苦境上 你解決不了苦 你一直 世間的人最大的痛苦就是 遇到了問題 不知道怎麼解決 然後一直針對那個痛苦的禁裡面 一直在那邊循環 後來就得憂鬱症 憂鬱症後來變成強迫症 強迫憂鬱 就是你就沒有走不出來 因為你的思維方式是錯誤的 你沒有朝光裡面佛法 三個趨向 向善 向善 向解脫 他一定是好的 不會有副作用 你不會學習佛法之後有副作用 第二個 他一定是越來越好 你不會說一年也這樣 兩年也這樣 三年也這樣 不會 他一定越來越好 第三個 他一定是越來越自在 越來越沒痛苦的 向解脫 如果不是這樣 你一定是學錯 你一定是學錯 就好像你喝水 他一定解渴 如果你喝了水不解渴 你要懷疑那個水 不是真的水 他可能是醬油 那喝了更渴 一樣 你學習佛法更重苦 更温暗 更不知道怎麼辦 今天學習佛法 遇到問題 也是求觀音菩薩 三年後再學習佛法 也是求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求不到 求地上菩薩 地上菩薩再求不到 求要是否 人一直都在求 我告訴你 你學的不是佛法 你沒有辦法 沒有能力 沒有智慧解決你自己的問題 你就不叫做學佛 很簡單 所以學佛的人應該要理解 你自己有沒有變得好 煩惱有沒有變少 煩惱變少 痛苦才會變少 煩惱沒有變少 痛苦不會變少 只是你有福報 沒有預見痛苦而已 所以善根福德因緣 善根就是智慧 沒看沒稱沒吃就是善根 你有智慧 什麼問題來都可以解決 可以解決的問題 你就把它解決 不能解決的問題 可以延緩的把它延緩 就不能解決的 我也不會耗在這個問題上 一直痛苦不會 你看 有智慧就是這樣 有智慧就是 不會把心力財力 去丟在那個沒有意義的東西上面 一直耗在那裡 越來越痛苦 越來越痛苦 又不能解決 這種人是什麼 一直埋怨 一直埋怨 埋怨事先不公平 埋怨父母不公平 埋怨左右鄰居不好 一直埋怨 反正你的痛苦 你只有一種結果 憤怒跟埋怨 我告訴你 你沒有辦法解決你的痛苦 那你要知道這個痛苦的因 跟你的行為 跟你過去式 跟你過去 不一定過去式 就是你現在之前的行為 生 口 異 業就三種而已 生 口 異 異 業 你過去的行為 你解決問題的方法 你的心態有關係 你這部分沒有改 你就要改變那個苦果 那是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 所以佛法就告訴你這一些 佛法不是說 我們現在的佛法是怎麼樣 我有問題 不管是身體不好 家庭不美滿 事業不成功 因緣不到 唯一的問題就是 宋普門品 求難得難求你得你 念觀音菩薩 念地上菩薩 拜餐 反正就是這一些 可是你做這一些 並不是要去了解它的道理 如果你唸普門品 你可以知道 觀音菩薩怎麼教你的 你知道那個道理 知道那個方法 那還有道理 你唸地上菁 你完全只是把精唸完 然後就靠地上菩薩加持你 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唸地上菁 地上菁 它有告訴你 地上菁就講英國 你殺生 你就短命多病爆 你邪癮 你就鴛鴦割雀爆 你為什麼會下地獄 幾種地獄 這是怎麼來的 你都不把這個東西 了解清楚 地上菁有三個名字 一個叫做地上本願經 是它的心 一個叫做地上本行經 是它怎麼做 怎麼修行 真行 口行 意行 你只知道地上本願 你都不曉得 你的本願是什麼 你本來的心是什麼 你過去心是什麼 地上菩薩的過去的心 它是為什麼會成為地上菩薩 你為什麼會成為你 你這個東西 你沒有弄清楚 你只是說 我送了它的心 它就保佑我 我送門品 關於菩薩就保佑我 我送地上菁 地上菩薩就保佑我 我送藥師的心 藥師佛就保佑我 不是 絕對不是這樣 地上菩薩告訴你 地上菩薩怎麼成功的 怎麼樣沒有痛苦的 怎麼樣自己沒痛苦 還是可以幫人家解決痛苦的 你要去學 你要去修 所以地上本願後面是什麼 地上本賢 它怎麼修行的 你只是有願 而且還是地上菩薩的願 又不是你的願 你要看地上菩薩怎麼發願 你怎麼發願 地上菩薩怎麼修行 你怎麼修行 第三個是什麼 地上本勢力經 地上經就講這三個 那是說什麼 你要堅持你的願跟你的修行 這三點做到了 你就可以離苦 你做到了嗎 你沒有 你不但自己沒有本願 你只有地上菩薩的願 地上菩薩的願 轉換不成你的願 你要地上菩薩怎麼 發什麼願 你就發什麼願 他發什麼願 他發的菩提心 他的菩提心怎麼來 從他母親多入地獄開始 他本來只是想救他的母親 後來發現地獄裡面 所有的壯生跟他母親一樣受苦 所以他要救地獄所有的人 這個就是菩提心 一切受苦的人他都要救 你有這樣發心嗎 你一直只是想救你自己而已 可是你要救不了自己 那要救自己 又不自己努力做 不希望別人替我做 又不修行 沒有地上本行 那麼修行又不能堅持 修了三天就放棄了 修了一個月 人家講一句話 就不修了 就不要了 試願發心 掃地 人家掃地 人家掃不高興 那你那麼厲害 你來掃我不要掃 就走了 沒有堅持 那你怎麼要有辦法離苦 沒辦法離苦 所以地上菁 他就跟你講三個名字 三個名字 就是跟你講三個次第 你讀地上菁有讀出來嗎 沒有啊 一直到從頭讀到尾 然後地上菩薩就加持你 功德就收集起來了 我告訴你不可能 沒有這種事 你對佛法誤會可大 你看看 佛教徒都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那麼多佛教徒 你會看到大家都學佛 看見佛的時候 都很慈悲很虔誠很專注 一轉身看不見佛 看見欣欣在主 那個貪恨心就起來了 那個貪恨心就起來了 那個嫉妒心就起來了 你看 你這個真的佛教徒嗎 你這個都要修行嗎 你有功德嗎 功德在哪裡 功德寫在牆壁上嗎 沒有啊 功德在心裡面 你學了佛之後你是什麼心 什麼心態 什麼行為 怎麼來對應你所面對的一切人事物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所以佛陀跟那個居士說 說你學習佛法跟不學習佛法 最大的差別是 你遇到的不管是瞬境還是逆境 對你來講都不會產生痛苦 有的人遇到瞬境就產生貪心 遇到逆境就產生承認心 對他來講都是痛苦 好還要更好 好沒有更好就求不得了 就驗證會了 好沒有辦法一直好 好變成不好就愛別你了 就這樣 所以你不一定好就不會痛苦 只是短暫不痛苦 那不好呢 那不好就更痛苦了 所以你要用什麼心態去面對你所面臨的問題 用什麼樣方法去解決你所遇見的問題 那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是佛法教的 老實說 那五乘共法它各有各的問題 我們先把這個講完 等一下來講到兩個問題 那五乘共法基本上是 第一個 我們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山肉道 所以我們要站在離山肉道的基礎上 就是你沒有病 沒有錢 沒有貧窮卑賤 沒有短命多病 站在這個問題上休閒 那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怕會墮落山肉道做畜生 然後墮地獄做鬼 這個世間鬼道跟畜生道最多 鬼道跟畜生道最多 人不多 世間才七十億的人 單單老鼠就兩百一十億 你看其他還不用講 蒼蠅蟲蟑螂蟻不用講 單單老鼠就忍著三倍 其他都不用講 你看畜生道那麼多 那鬼道呢 鬼道也很多 到處都有鬼 真的 佛堂裡面也有 裡面有佛堂裡面也沒有 可是鬼也不都是不好的 你不要被鬼嚇到 鬼不都是不好的 鬼是弱勢的眾生 弱勢 他就是力量沒那麼多才會做鬼 我們剛才講 這個五戒十三 我們說過關公 三國時代的關羽 有力量嗎 他是鬼道 我們知道他淺然普渣 他發鬼迪心 因為他發鬼迪心 他要護持佛教 他雖然是鬼道 可是他有慈戒 那慈戒 他殺身太多 他不偷盜 關公不偷盜 不偷盜 不妄女 不養者 不惡口 惡口可能也有 不騎 關公持戒真的很好 可是他殺身戒 太慘了 殺太多了 但是他有持戒 所以他有威得利 關公有威得利 你看拜公 連郭台銘都拜關公 關公力量很強 鬼道裡面也有分 畜生道裡面也有很高級的 龍王 龍是畜生道 可是龍王 龍王跟一般的國王一樣 很有威得利 可是他為什麼做畜生 就有他的業 那你可以做零 表示 表示 在某部分 師傅 有個問題想要請問你 你當然提到的關公殺身 那殺身的目的是在保衛國家 一樣 保衛國家也是殺身 你殺身去祭神 你是為了祭神 也要是殺身 不是 保衛國家必須要做的這個 沒有 果報沒有那麼重 果報沒有那麼重 所以他才能夠做 所以他才能夠做鬼王 他是鬼 這是有才鬼 我們不叫做鬼 說鬼難聽 說神 說神 岳飛也是 那麼 他基本上 因為他的心比較 但是還是有承認心 殺身還是業 你看釋迦摩尼佛 他的邏理王 要討殺釋迦族 如果他用神通 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不用 他要神通 懲罰他 殺死那些人也是可以的 即使你是為了國家 為了民主 為了宗教 你殺身就是有殺人 那這樣子難怪佛教會被滅教啊 佛教曾經常快被滅教 不是 佛教滅教 佛教滅教不是因為不打仗 如果大家都學習佛法 就不會有戰爭 不可能 有可能 天上沒有戰爭 極樂世界沒有戰爭 可是因為大家不是都會學習佛法 所以才會造業啊 所以才會有各式各樣的眾生 才會有短命多病啊 如果 今天 今天光光為了劉備 那曹操 那個夏宇淳 那個誰為了曹操 以色列跟阿拉伯 中國跟台灣 好像南韓跟北韓 誰不是為了他的國家 民主 你跟我家 我為了我爸爸 你為了你爸爸 你殺我我殺你還不是一樣 對不對 我為了我家 你為了你家 世間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啊 先為了自己 兄弟之間打架 為了自己的利益 你家跟我家吵架 為了我家的利益 這一村跟那一村打架 為了我這一村的利益 這一現世跟那一現世 這一國跟那一國 這一個民主跟那個民主 這個宗教跟那個宗教 世間之時候你常常有戰爭 就是什麼 就是為了自己 那你說這個民有業嗎 那天底下也都不照業啊 那我殺牛 是因為我爸爸喜歡吃牛肉啊 對不對 我為了我爸爸 那有沒有殺眼 有啊 我去搶別人的錢 是因為我媽媽生病 沒錢看醫生啊 那我搶錢 我是有孝心搶錢的嘛 我有罪嗎 我有罪嗎 還是有罪啊 有點刺自而非 有點像師父講的 看到那個 你老婆在床上這種刺自而非 我講的是說 今天 不是 我不是講人 你說海大王是講人 那不對 我們的生命受到危險 軍隊來保護自己的能力 所以 軍隊 這個也是惡業 殺生就是惡業 殺生就是惡業 因為你殺賠人的生命 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 就是說 假設 假設 現在照你的方式說 照你的方式說 那麼 這個世間的戰爭就不會停 每一個人都覺得 為了保護 為了保護我自己 我就可以殺人 假設 為了保護我自己 我就可以殺人 每個人都這麼講 保護自己 國家大多數的人 都是個人 那麼國家有國家的利益 他甚至 那個不是菩提心 那個不是菩提心 什麼叫做菩提心 我們等一下來講 菩提心就是 利益一切眾生的心 一切眾生 包括傷害你的眾生 是一切喔 是一切喔 不是說 比如說 你是共產黨的 不在我的菩提心範圍裡面 你是回教徒 不在我的菩提心範圍裡面 那個就不叫菩提心 若暖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無色 若有想 若非想 我建議若無語烈旁 的滅度之 好 若國民黨 若民進黨 若共產黨 若活教 若回教 若天主教 一樣的道理 若男的 若女的 若年輕的 若跟我有冤的 若跟我有仇的 若跟我有恩的 我多想要另一道 這個是菩提心 那麼戰爭應該是屬於心內性的 它不是屬於菩提心 心內性的嗎 戰爭怎麼會跟菩提心有關係 對 有不上關係吧 它屬於心內性的嗎 戰爭就是一定要先起承認心 它的承認心可以有兩種 承認心有兩種 那法會方呢 一樣啊 就是以正義的 有正義 所以關公 關公比較屬於正義的一方 如果他是那一種惡意的 那麼他會墮第一 他會墮第一 他是比較屬於正義的 所以他做鬼王 我們講鬼比較難聽 就這樣做神啊 正神 土地公也是啊 土地公也是鬼道的正 福德 就是有 我們就叫有才鬼 有才鬼是神 神又分鬼神跟天神 像高利天主 這個不殺神的做天神 像關公 這個做鬼神 就是他也是正義的 但是他持戒比較不圓 其實是這樣 你說 你說這個 我劫富忌 劫富忌平 是不是正義 劫富忌平啊 我千人那麼有錢 千因不捨 我去把他的錢偷來 幫助這些窮人 你說 那這樣有沒有罪 有啊 比英國為何有罪啊 對啊 一樣啊 那你殺生也一樣啊 我為了保護我的國家 一樣啊 我會保護自己 我不為自己啊 我搶了錢 我全部給別人 我自己一分不留呢 那羅賓漢 可是他就是有偷到罪 這個有錢人的錢 他不給你 他為什麼一定要給你 你搶他的錢就是不對 他做錯了 你把他殺了就是不對 他也不一定完全不對啊 但是就是說 所以這個才要分嘛 我們等一下有 後面會講到業的觀念 業很複雜 所以今天講業力不可思議 國報不可思議 業非常複雜 那我們剛才只是簡單講 飲業跟滿業而已 那個業的問題 我們大概在後面這邊會講到 在三政不共法 五政共法前面就有一點了 我們再慢慢講 這個不是這個 這麼一節課就可以把它講完了 你看這一本書 在後面 我現在一個技還沒講 我現在一個技還沒講 是關於我是智慧的人 人家殺了我們智慧的方法 要不要給他一個 也是有 但是這個罪就比較輕一點 就是說 他的業裡面還有分善跟惡 所以這個業非常複雜 所以官公假設不是因為他的正義 他是為了百姓 他不是做 他沒有辦法做鬼王 他沒有威得利 他會到地域裡面去 地域裡面就不是這樣 或是會做畜生道 但是他沒有 他做鬼道 但是鬼道裡面 他的力量比人還強 人還要去祈求他 你看 所以他在某方面持戒持得非常好 持戒就有威得利 叫做尊貴 布施就有富貴利 富啦 富跟貴 這個是業果的觀念 我們後面要慢慢講 因為一下子沒有把毛講這麼多 富基本上從不偷盜跟布施中來 貴基本上從持戒跟不傷害中來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個是一般人界 所以人天你看 人天他就是 人跟天的差別在哪裡 人 五界十善都有做 像你們 你們每一個都是人嗎 是不是 我們去受戒的時候 第一個問的是什麼 你是人嗎 會或我還不是人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有一些不是人 天人化身或鬼神化身 精靈鬼怪化身成人 佛陀時代或是 以前祖師大德時代 聽不來的不一定都是人 有些是狐狸精 有些是黃鼠狼 反正他成精的 他可以變化 龍王也可以化成人 不是 佛陀時代 來聽的不一定都是人 那有一些精靈鬼怪 有些是牽人下來的 他也化成人 就冒充在裡面 那我們去受戒 因為只有人才可以受戒 比丘戒 他第一個去問 你是人嗎 我是人 不然不得戒 他也是這樣 只要是做人 他一定是什麼 五切十散 人基本上 像我們做人 基本上 第一個 從散熱道上來 散熱道上來 有一個特性 就是不好的習性多 比如說他以前 做獅子撈不得 那種成人心動不動 動不動就要吼人家 動不動就要傷害人家 那個人有時候是 從比較 食落性的動物來 如果是食草性的 他很文靜 可是呆呆的 很想不通 你吃性比較重 他也不太會傷害人 可是很多道理上 就不明白 從生日到來的會這樣 他沒有福報 給他吃他什麼都好 可是他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是食草性的動物 食落性的動物 就比較有攻擊性 成人性比較強 那有一種是從天上下來的 天上下來的人 有一個特性 天人下來的 他以前小火爆無界十善 他一定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他誠實正直 這個人 他就算沒有新宗教 他也很誠實 很誠實 他喜歡說謊話 說謊話心裡面會難過 第二個他很孝順 就是誠實正直 很孝順 而且熱善浩斯 一定有這三個特質 天還要翻哪一千 一般是玉界天 玉界天下來 還有一種 從人再來做人的 這個是大多數 人再來做人的比較多 那鬼再來做人的也有 就鬼到畜生到 地獄很少直接下來做人 畜生也不太容易 畜生會做人 但是就是比較高等動物那些 他如我而其是說他會做人 那鬼做人的比較多 人做鬼鬼做人的多 多 那天下來做人 因為天一次都幾千歲 幾千年 所以他也不多 但是也有 三個也有 那他的特質就是他非常孝順 不管他父母對他好不好 他都很孝順 然後他這個人有一點福報 但不一定可以收用 就是會有很多錢 但是他不一定這些錢 他都可以收用 他都就是有錢 他會是內有錢人家 或是他會嫁給一個很有錢的人 但是要看他的業 還要看他的業 殺到一萬 看過去還沒成為天年之前 殺到一萬的業是怎麼樣 這個心死佛法都有講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是現在這個狀態 那當然是怎麼來的 那我們想成為什麼狀態 我們必須怎麼做 就好像說 那個棒球選手手就特別有力 足球選手腳就特別有力 常常在訓練 那你想要腳有力 你就要怎麼訓練 你想要手有力 你要怎麼訓練 你想要頭腦有力 你要怎麼訓練 這樣的道理 你想要賺錢容易 你必須要怎麼做 你想要身體比較健康 你必須要怎麼做 那幾種營養會賺成身體不健康 你想要家庭美滿 有些是現在的果報 只能夠改善 誰是你的爸爸 誰是你的媽媽 這沒有辦法改變了 可是你可以決定下一輩子 誰是你的爸爸 誰是你的媽媽 我要投身到什麼樣的家庭 有什麼樣的爸爸 有什麼媽媽 如果我有子女 我要是什麼樣的子女 這個你可以改變 那麼這一次的已經決定了 不太能夠改變 只能改善 這個就是佛法的教肅女 所以學習佛法的好處就在這裡 時間很快 我們這兩個點還沒講 我們先把這個講完 那麼這個真上身心 五切十善有的做人有的做天 那麼人跟天的差別就是 五切十善有沒有圓滿的問題 那人基本上是沒有圓滿的 那我們說過人基本上是 鬼道上來的 畜生道上來的 鬼道上來的比較多 人再來做人的 天人再來做人的 那麼這三個 那人天 那天就是五切十善圓滿 所以天上的天也 主要是御戒天 那失一得一吃死得死 他吃東西像我們要吃飯 還要有人種名 拿去買來還要煮飯 煮完之後還要洗碗 洗完了之後吃了還要消化 還要上廁所還要大便 反正非常多 天人不用 天人要吃什麼飯想一想就有 可是也有福報 天人有三種不一樣的福報 有三等 我是說過一切眾生都用福報來分 天人比較有福報的 他要吃飯也是用網磚的 他的碗就是金碗 黃金的那個碗非常漂亮 那裡面的飯就又暖又香又白 普通的他想出來的飯就是 比如說我們這種金銀桶來分好了 他就是銀碗 你說他要想金碗想不出來 就銀碗 裡面的飯就沒那麼暖 沒那麼香沒那麼白 那比較最低等的天人 他也加吃飯就限出一個銅碗 裡面的飯就更差一點 那天上到零天有一個花園 有一個花園 這個花園福報好的人看得到進得去 福報差一點的人看得到進不去 再更差的人根本人看都看不到 就不要講進去 就有這種差別 那身體光明大 或是說他的光明像 他的莊嚴像 然後這個都有差別 人也是一樣 好 那麼這個是人天 都是從五屆十善來 諸二莫作狀善望省從這邊說 好 那身穩元傑這個是二秤 我們就講這個三秤 那麼其實就是身穩元傑 有時候講三秤 這是二秤 那他包括人天秤 人秤天秤 這是三秤共法 三秤共法是 沒有 這個是人天秤 這個是身穩元傑 那麼這個是出離心 發出離心 出離什麼 出離三界的心 欲界色界無色界 我們這個世界是怎樣的 那麼他是修界定位 就是八正道 或是只要以八正道 其實是修界定位 那麼最高就是正阿魯漢 正阿魯漢 那麼這個菩薩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 菩提 菩提有三種菩提 身穩菩提 元傑菩提 跟佛菩提 這個菩提就是無上菩提 我們叫做阿六多龍三百三菩提 就是佛菩提 無上菩提 菩提心就是 要成佛的心 簡單講 所以這個成佛什麼 成佛的心 成佛做什麼 成了佛才能夠 有最高的智慧 跟最無量的慈悲 來利益一切的眾生 其實是這樣 所以菩提心是建在大悲心上面 那麼他是修六度波羅蜜 布施慈戒 引入清清禁禪定智慧 修這個 好 那這個是基本上 三稱跟大稱 大稱不夠法 講的是這個 當然裡面講的就多了 我只是簡單講 裡面很多 要慢慢講 好 那我們先剩下幾分鐘來解決 這兩個問題可能解決不了 但是大概講沒關係 你說迴向有沒有用 第一個什麼是迴向 第二個迴向有沒有用 我不是說迴向沒有用 迴向是一種祝願 那迴向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們常常講的迴向 咬 比如說往生禁土 願生西方禁土엉 九品蓮花為父母 花開戰服務無於生 葡萄無生 葡萄無 lady 等一下我們上完課 要迴向 願以此功德卜 После功德 地方對面 我等於眾生페點 ml 就成過到 好 這個迴向它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利 hype 你这样修 我们简单讲 你这样修学 比如说今天来听听 我简单举个例子 我们等一下要回向的那个记 叫做愿于此功德 回向 苦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接共成佛道 就是说我讲经 你能听经 那么我讲经的功德 你能听经的功德 总个回起来 回向给一切众生 都能成佛 我们回向完了 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吗 我们连自己都还没成佛 一切众生都成佛了 可是你的回向就是这样 那这样不是虚愿吗 不是空口说白话吗 不是信口开合吗 不是讲大话吗 不是 它是这样子的 就好像我刚才跟你讲 你念地藏经 不是说念完 念完经之后不是说 啊 念完这个经 我多什么功德什么功德 念完了就有那些功德吗 没有 要休闲 那回向是什么 因为 我们就以这个回向来说了 回向到底有没有用 它是什么意义 愿以持功德 好 我来讲 我要讲先 你听先 要增长什么 送智慧 你们现在越来越有智慧了 增长智慧 智慧是做什么用的 解除痛苦用的 灭除烦恼用的 对不对 那 佛是没有痛苦的 阿罗话没有痛苦 解脱是没有痛苦的 好 普及一切 意思是怎么样 我来听经 所得到的智慧 我回向给我的爸爸 你的爸爸就 有那个听经的智慧 回向给我的妈妈 你来听知道 你回向给他 他不用听就知道吗 不是 那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样知道的 希望他看到你的改定 来听经 不是 你回去讲给他 他知道的 就是说 你听了之后 你有智慧 你的智慧 是不是会表现在 你的日常行为里面 表现在 你遇到问题的解决方式上面 会不会 会啊 今天告诉你 这个香蕉 要这样吃比较好吃 你吃到回去以后 你是不是就这样 用吃香蕉 比较好吃 解语来讲 今天告诉你 这个番茄煮熟的切荣素 你切到切荣素 你是不是回去 就会把番茄煮熟 是不是 那你就会告诉你妈妈 你这个病缺切荣素 你必须要这样 番茄要用煮的 对你比较有用 你是不是就会先跟人家讲 那么你这个字要从哪里 从你听心来 所以 他是告诉你 你现在听完经之后 你了解佛法的内涵 了解佛法的真实道理 你要去影响其他的人 影响什么人 影响一切 就菩提心嘛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 拥有佛法这样的智慧 是不是 是啊 这个就是回向啊 那你 我们说过地上第一个叫本愿心 第二个是什么心 本行心 你要去做啊 要去行啊 你今天天天天之后 遇到问题 你也还是一样不会解决 不会去思考问题怎么来 那么 也不去影响别人 让别人也有智慧 那你只有愿没有写啊 甚至有些连愿都没有啊 都不知道怎么 这个佛法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那么又坚持这样做 本势力啊 所以 所以我等于众生 我听了佛法 我自己要去做 然后我教导众生 也这样去做 影响一些众生 我要等于众生 那么 这样你只增长智慧 增长智慧 增长到最后是什么 会怎样 会成佛 你增长智慧 增长到灭除一切烦恼 而且利益一切众生成佛 那么你影响那个人 也增长智慧 灭除烦恼 那么利益一切众生 也会成佛 那么这样大家都因为 文法去路 所以第二上是文法去路 那么可以 可以成佛 它文心就是这样啊 就是立愿 然后医院修行 那并不是说 我回向了你就有 那好啊 那简单啊 那你们一家派一个人来听就好 然后回去回向给一家人 那一家人都有啦 那我回向给法界众生 就一个人就好了 就回向给法界众生 全部都有啊 哪有可能 回向不是说 好像说我家里有钱 我贿款不会到你的账户去 没有不是这样 它是回向就是一种愿 愿 愿意 就是我得到的 我因为听闻佛法得到的利益 我知道这个很好 对我很好 对我的生命非常有帮助 我发一个心 希望我把这个法弘扬出去 那么实际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 让别人看到 哦 学佛的人都这么有智慧 都这么有慈悲 都遇到境界 都这么有定义 它也会对佛法产生积蓄 你可以跟他说 若是他需要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这个应该这么做 这个病应该这么做 这种烦恼应该这么解决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处理 你教他 他会啦 你用地藏菩萨的方式教他 你就是地藏的分身 你用观音菩萨的方式 帮他解决问题 你就是什么 观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中的一手一眼 很简单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啊 那这个就是回向的意义 你要先确立你的普及心 然后确立你 所以地藏经三个名词 本愿经 地藏本愿 你看他都在讲三种修行 第二是本邪 第三个是本势力 坚持这样做啊 努力这样做啊 精进的这样做 你就会达到效果 这个道理 那还有一个燦尾 我们下次再说啦 这样再说下去 还要讲到十点 你们再帮我记得 下次再讲 燦尾到底有没有作用 好 那我们回向 愿以此功德 补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